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继续跟大家update一下他的签证还是在等待的过程中 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从7月5号我一个人回到温哥华以后 我就是一个独居女人的生活 就我一个人了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过过或者正在过一个人独居的生活 有人点头一个人 一个人住和其他人一起住有什么不一样 我这次是体会到了 我也想听听大家的 一个人住和别人一起住有什么不一样 很自由 轻松 大家都很正面 是吧 对 清净 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没人跟我说话了 我以前一起的时候 我总是能够说一说吃什么呀 或者有的没的说几句 就让我发现没人跟我说话 那一个人住就是这样子 那除非你要打电话或者怎么样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 是神住在我们中间 那神是不是住在我们中间呢 我想大家都是点头都是肯定的 那神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你跟他怎么互动交流呢 你跟他说话吗 说话 有的人点头 有的人在思考 想着我什么时候跟神说话呢 我是不是去教会才说 我跟神祷告说话 平时要祷告吗 或者平时自己怎么祷告 可能我们会考虑或者去思想 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题目 神住在我们中间是一个怎样的生活 那刚才我们读过这个经文 那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 我想给大家看这个图片 就是也很熟悉的在《出埃及记》 二十五章八节 神对摩西说 又当为我造圣殿使我可以怎么样 住在他们中间 神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 是这样吗 神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 尽管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这个时候 我们的十足亚当已经犯罪了 最使人与神怎么样 隔绝 最使人与神隔绝 但是神的计划和心意 神依然在找人 对吗 神依然在预备 他自己 他要来到人的中间 所以我们看到旧约 从《出埃及记》这里 神就要说 你要建一个会幕 使我住在人中间 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 神要住在人中间吗 也是对吗 马可福音耶稣说 我的DMP称为万国祷告的店 在万国祷告的时候 神是和人怎么样 同在同住 是人和神之间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这是神的心意 那从旧约到新约 一直到今天 我们说神住在我们中间 那到未来呢 启示录怎么说 我们一起读好吗 看呐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我们看到到启示录的时候 神依然是要和我们在一起 而且是让我们和他一起 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宴席 那也就是说 神从起初到现在到未来到永恒 神的心意都是要和我们在一起 要住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随时的和他可以怎么样 可以互动 可以交流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什么 关系对吗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亲近 是不是熟悉 是不是没有阻碍 感觉是安全的 那这个是在于我们和神之间 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以前的文化是告诉我们 没有神啊 或者是神是怎么样的 到我们信主以后 其实我们要有一个文化和背景上面 一个转变是说我们要和神 建立一个关系 因为很多人说有神 我相信有神 但是这个神好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 是我非常非常远的 好像我做什么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他只管创造了这一切 我相信这些是创造的 但是和我有什么关系 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每天干我自己的事 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是渴望和我们住在一起 神要跟我们交流的神 那我们怎么样和神交流呢 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经文 一幅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 我想读过圣经多一点的 或者有上查经小组的弟兄姊妹 你们可能会一起分享这段圣经的时候 说这是一段保罗的祷告 这是保罗的一段祷告 所以我在很早的时候上查经班 给朝经班的老师就说 你们不是不知道怎么祷告吗 那你要从圣经去学祷告 那怎么祷告呢 你看看这个保罗是怎么祷告的 大卫是怎么祷告的 你把它背下来 你就知道你该跟神说什么了 所以那个时候 年轻老子好 就能够把这一天都能够背下来 我发现背下来的确是有益处 帮助我们去想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跟神去要我想要的东西 对吧 我们常常说祷告 祷告什么呀 可能要像我说 老成子签证 祷告签证 有人可能说要祷告身体的健康 孩子的入学 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祷告 看圣经里的祷告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焦点是在哪里 是在神那里 而且是在我们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和交流里面 似乎没有很多的为自己的事情祷告 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呢 我们大家知道他在哪里啊 监狱里面 所以我也很好奇 我说保罗 我看了他很多篇书信也好 这些始初行传也好 他好像没有说 你们要赶紧找人把我从监狱里救出去 从来好像没有这样的 他关注的是什么呢 他关注的是各地教会的信徒 各地的大家的信音的状况 然后以及异端的侵袭 这是保罗在意的 所以我们学习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看一看他是怎么样祷告 他在祷告什么 他在怎样的祷告 那我们刚才读过这段经文呢 我想在这里面有重复出现的词 大家有看到 我用斜体给他标出来 是真知道第17节 真知道18节知道19节知道 那总结起来呢 这一段祷告里面有三个知道 那通过知道了解认识懂得 是不是帮助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神 越来越多的明白神 也就是说保罗在祷告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认识 那通过什么能够知道呢 那么也是有这个求 第17节是求我们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骑士的灵赏给你们 在求圣灵 对吧 第二个呢是18节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在求什么 不是保罗有很严重的眼部疾病 大家知道吧 他没说你们让我的眼睛能够好起来 他说让你们心里的眼睛要明亮 这是他的求 那第三个求呢 在19节 他说 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也是后面讲到他在基督身上所用行的大能大力 在求什么呢 在求能力 对吗 所以保罗的这个祷告里面 他关注的是这些 然后最后呢 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惯有者所充满的 你就是说教会 他关注的是信徒 关注的是教会 他关注的是教会 要怎样的被基督所充满 那这个是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几个点 我只是找出这几个点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谈呢 那就是这个三个指导哈 第一个指导呢就是得到圣灵与神相连 我们看到这里说呢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这个神天父 然后呢主耶稣基督的神天父还有圣灵 我们从这里看到三位一起都在这里出现 所以这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 大家要注意哈 非常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不在这里讲什么是三位一体 但是我想这个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去分别异端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这是我们的在真理上面清楚 那么在这里说得到圣灵为的是与神相连 那圣灵是干什么的呢 耶稣说圣灵是干什么的 要怎么样 要启示我们 要什么 引导我们对吗 要引导我们认识一切的真理 那圣灵还是什么 保护师啊 对啊 圣灵还是保护师 大家可以去查哈 圣灵到底是怎样的 那这里说呢 那个圣灵是形容圣灵是私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这是神赏给我们的 也就是说从上面来的 那这个我们要需要圣经的知识 同时我们也需要圣灵的带领 让我们去找神 让我们去依靠神 所以这些年呢 我信主 我的一个秘诀跟大家分享 其实人生也遇到很多的难处 就像现在一个人独居生活 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那我的一个秘诀就是说 我要去找神 我要去问神 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你要我怎么办 这是我习惯的 也就是说大家可能看到旧约里面那个雅各 雅各他 我们常常说他很狡诈是吧 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他做的非常的好 他是什么 他抓住神 他跟神摔角 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 所以我也学雅各 我就跟神说我说你不让我明白这一切 我就不罢休 虽然在出如其来的这样的一个分别的时候 可能弟兄姊妹也知道我刚回温哥华的时候 我们就去参加咱们教会的退休会 我当时想我一定要去参加 因为到那我要去问个明白 跟神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去退休会的时候呢 很多人可能也知道 我有一个服势是做工作坊 只要没想到呢 在路上的时候我的电脑包的这个水杯砸了 然后把我自己的电脑就给淹坏了 所以工作坊的时候我也没有电脑用 然后大家也问我 你的PPT在哪儿 所以我觉得有那种乌漏 乌漏偏逢连夜雨的感觉 一方面很弃自己 很自责 就是一个是因为我们家办签证的事都是我安排 但我没把这件事情安排清楚 不要的疏忽和粗心 所以以至于他没有办签证 那我觉得这个电脑泡水呢也是 能把水杯和电脑放在一起 还让它撒了 很多很多的沮丧 很多很多的这个难过 甚至呢 因为我现在是神学生嘛 我的资料都在电脑里面 我的论文 我所有学习的东西 那这个电脑burnout 可能我觉得我自己也跟着一起 要burnout 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与神相连 不是万事横空 我当时在退学会上 我也说大家帮我祷告 明天这个电脑能够好 结果电脑也没有好 然后这一个月呢 也是祷告说老陈的签证能快快下来 但是也没有下来到今天 所以不是万事横空 我觉得是让神来参与在其中 是最重要的 神你在不在 我常常会在这样的时候我就问 但是神很快就回应我 还在 但是我就想说怎么办 那去找神 当然在退休会里面很感恩 弟兄姊妹给我好多好多的安慰 好多好多的鼓励 让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去面对 这一个很糟糕的局面 那第二件事情呢 我觉得与神相连继续我要做的一件事情 还是去找神 还是去找神的 就是保罗的第二个知道了 是要照明心中的眼睛 让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不 我觉得我不要白白经历这一切 那 这里说的照明心中的眼睛 是让我们看去看 看到什么呢 他的恩招有何等的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那眼睛我们知道是我们身体器官当中非常重要的 对吧 没有眼睛我们没办法想象 我现在知道 我爸爸八十多岁 他是青光眼 然后导致的视野狭窄 他只能看到这块的东西 所以这边这边他是完全看不到的 也就是说他的视野里面有很大的盲区 所以每次他要煮饺子的时候我们 他愿意积极做这件事你也不能拦着他 但是他煮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那锅边上就好几个生饺子在外面 他看不到 所以这个眼睛看不到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以至于他前一阵子摔跤也是他看不到 一下子就摔倒 那我们心里的眼睛如果看不清的时候 模糊的时候 狭窄的时候 那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所以我也是跟神求我说我要 我里面能够看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 退休会完了以后的第二天 就是我们神学院的退休会 我觉得我还是要去 尽管当时的电脑呢 看惯了你想做作业你也打不开了 你也弄不了什么的 那我就交给凯文弟兄帮忙我 我也是希望他能够把他起死附生把他救活 但是能不能救活我当时也不知道 所以也没得干就去神学院去参加退休会 那这是那天的退休会 这位老师呢是我们的神学院里一个特邀的一个老师 叫何重谦牧师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 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书画家 其实但是他被神呼召了以后他就做牧师 那他在书画方面其实是个天才 他16岁的时候就得了全港整个香港的这个青年书画比赛的第一名 而且三连冠 三年的冠军都是他 所以他那天呢带我们在这个退休会里面 他是要让我们写字 这是我不擅长的 而且是拿毛笔 我当时想想这回来错了 那我写不会 但是他给每个人都准备了纸墨笔 就是要你们来写 他说呢要让我们做这个笔下的退休 书写与真道 他说呢笔触下的思维让我们专注在属灵的上面 然后让抄写经文的时候呢是心与境的融合 那字中的真谛是造型透穷仓 另辟新境界 我们一开始看这些说我没有想到这些书画和属灵有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呢他第四呢他说书道与心迹 和情绪当中的理性 就是让字来说出你的心声 所以他说要以书起道 末道传真 这是他在这个过程中给我们讲书画和属灵 退休上面的这样一个关系 然后他就讲一个故事哈 他讲他自己的一个经历 那这一节经文呢 我后来把它放大一点 很清楚 这一段经文大家可能也熟悉哈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当时我看到这一幅字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下了 因为我当时真的好难 然后老师就讲他当时写这一段字的一个故事 他说疫情的时候他的爱车 男人好像都很爱他爱车哈 他说他的爱车停在他家门口 然后就被人一下给撞了 而且撞得非常严重 到一个程度这辆车报废了 所以一辆车被撞成报废的样子是什么样 大家可以想象 然后疫情的时候这个车又拖不走 所以他每天推开家门就看见自己爱车 稀巴烂的样子在眼前 他说他那时候好难过 然后神就给他这个话 他说他写出这一段的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那个一天的天子 上第一个天那样子 真是有一点断断续续的 这个天不容易 但是他写到第二个天的时候 大家看就饱满了对吗 对上帝就他说就带他这个心境 就从这里面出来 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所以神通过书画给人这样的一个启示 所以接下来老师就让我们写字 说你写一下你这几天最近的一个心境 那长话短说哈 我就把我写的给大家看一下 好难对吗 突然老公不在一个人过日子 突然电脑泡水 就是很艰难的那种感觉 然后老师是书画家嘛 然后这时候同学就都去找老师写字 我就想老师说你们祷告 你写完了这个字以后 你要自己去祷告 看神跟你说什么 那神跟我说的四个字就很清楚 叫做与神相交 对我就请老师写了这个四个字 老师写这个字的时候很有意思 他这个语字我们都习惯先写这个竖折 或者写那个横 他那个横是反着这样写上来的 然后你看到这个语字上面 就好像其实是个人 对吗 是个人 然后站上竖着一个人 底下那好像也是一个人 是导致的人 人和神 我好喜欢这个香蕉这两个字写出来 你看得非常美 对吗 像一个笑的那种感觉 就让我感觉到一个很大的安慰在自己心里面 所以我接下来又写了一个字 就写了这个 这就是我看到这个字之后 我的心境的一个改变 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把这个字其实有一点写错 就是赞美那个赞上面其实是两个仙 而我就写成了两个诗 失去了老公失去了电脑 但是看到神 我觉得好美 因为有神在 然后接下来呢 我又得到了这一副等字 对 对 这不是我写的啊 这是师母 大家可能认识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李牧师师母 这是师母写的 师母当时我问她为什么写这个字 她说她在等待一件事情的结果 我说这个等字怎么那么适合我 所以我就 我就跟她这个 要了这幅字 我说能不能送给我 老师很愿意就把这幅字送给我 因为我在这种等待当中 但是在等呢 我想这个等字 我们大家看可能有不同的感受 而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时代是一个素食的时代 对吗 我们每天在快餐 然后在高铁 中国有高铁 飞机 很快 在互联网很快 那在素食的年代里呢 重要的就是立刻满足 但是我们知道呢 延迟满足感却是重要的一刻 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培养了什么呢 不知道等候的人 想要即刻满足 那不知道等候的人 往往是生命脆弱的人 要知道呢 我们生命中其实是充满了等候的 早晨的时候 如果我住公寓 我出门就要坐电梯 我就要等电梯 然后三部电梯 它上头也没有了 它在几层 你就在那块站着 看哪边开了门 你不上哪边 你不确定哪边的电梯来 你可能出门以后开车 你要等红绿灯 你春天种下那个种子 你要等它发芽 我们就是给孩子提供再好的营养食品 再好的教育资源 我们还是要等他一点一点的吃 一点一点的长 一点一点的他的大脑发育能够吸收 其实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等候对吗 但是不知道等候的人呢 其实是活在一种难以忍受的煎熬 但是等候其实是一门智慧 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功课 所以学会等候呢 人是成长的 所以我在等候当中 我越来越懂得呢 我们人不是宇宙的中心 我们人不是宇宙的中心 那事情的发生和时间 也不是因为我们的需求而定的 就我们现在人觉得科技发达 我们能够改变很多 但是我们改变不了太阳系的运气 对吗 每天太阳出来 二十四个小时的运转 是我们根本就改变不了的 所以传道书说的非常好 说的什么呢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 再重有时 拔出所灾中的也有时 杀戮有时 医治有时 拆毁有时 建造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哀痛有时 跳舞有时 抛制石头有时 堆具石头有时 怀抱有时 不怀抱有时 寻找有时 失落有时 保守有时 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 缝补有时 缝补有时 静默有时 言语有时 喜爱有时 恨物有时 有平安 来世有永生 这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的 但是这个宇宙 宇宙不是以我们为中心 是以谁为中心呢 是以神为中心 所以我们信主 我们是让神来满足我们呢 还是我们进入到神庞大的旨意和计划当中 我想是后者 是我们进入到神的旨意和计划当中 我们成为神 他所带领的语言 我们说我们要顺服 我们要跟随 那是他做主 他带领我们 时间是由谁来定 神来定 所以我真的好释然 我说这个时间不在我的手上 我祷告是 我是希望 但是我知道这个时间在神的手上 神给我修电脑有时间 坏电脑有时间 修电脑也有时间 所以很感恩了 后来凯文弟兄帮我把电脑救回来了 我的这个学业还可以继续 资料还都在 神有他的时间 就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 让我们心里的眼睛清楚 看见明白 然后动得怎么样来跟随他 对 这个最后要给大家看 真的我经过这一碰之后 有一个姊妹在旁边写了很多字 他很会写 写了很多 神爱世人呀什么什么 他说我不认识他 但是他跟我说 你喜欢就送你一个 所以我就挑了这一句 我想这是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神又对我说的一句话 是喜乐的来面对 你忧愁煎熬也是一天 喜乐也是一天 有神就能够常常喜乐 好那我们看最后一个第三个祷告 是求超过万有的能力 那这个是让知道保罗说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感觉到神在我们身上显的能力 可能你自己想可能没什么能力 但是保罗身上有吧 保罗以前是怎么样 迫害基督徒的 司提反被打死的时候他在旁边 他是一个反对基督的人 他转变 然后为基督的福音付上他生命的代价 这是保罗 所以保罗好像离我们很远 但是我们想到我们近代 我昨天在听戴德生牧师他的第五代吧 戴基宗 戴基宗在讲他 戴基宗牧师也是在讲他的祖辈 怎么样从英国到中国把这个福音带到中国内地会 这个能力不是一般人说我做就能做到的 有神的能力 所以我们中国人能听到福音 那我想我们所在的宣道会也是这样 上礼拜唐牧师讲 赵牧师在这边建立宣道会 咱们宣道这个宣道会是温哥华第一间宣道会 华人宣道会 然后现在温哥华是不是得有三十多间 我不知道啊 大概 对 那神的福音就是这样 在这些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要显出来 阿们 神的福音要在我们这些信的人显出来 那保罗他看到基督死里复活 叫他坐在天上天父的右边远超过这一切的一切 那今天上帝是不是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显这个能力 要显这个能力 昨天我们夫妻团契 大家谈的一个话题是饶恕 后来讨论了好长时间 大家觉得这个饶恕 若不是出于神 谁也饶恕不了 因为我们天然人就想要公平 就是想要平等 我们要想要公平 那怎么谈何饶恕 若不是神 我们没有办法 去饶恕 即便是我们 神边的人 那今天呢 我想上帝也在我们生命当中 要 让我们知道他有 不是我们有能力 而是谁有 他有能力 他有那个能力是超过万有的 我们和神相连相交的时候 神就要把这个能力加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祷告 上周我们也是说祷告 但是其实我发现 上礼拜祷告会的人好像并不多 大家好像对祷告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一种看法 但是我想 神要住在我们中间 神要我们跟他讲话 他也要对我们说话 都是同一祷告 阿们 所以我们好不好 我们就来祷告 求神的愿意神的心意 让我们的 让成就在我们中间 神要充满我们的教会 他自己要住在我们中间 是通过一夫所书四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好吗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这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一夫所书后面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长大 都要成人 都要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神才充满在我们的教会 充满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同住 那最后呢我想请大家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请扣扣子妹给我们一点音乐 我们用心来以祷告的心来读 来祷告好吗 我们慢慢的读 我在这里呢把那个 我们改成了我 我想是我们自己的祷告 然后呢把那个你字也都改成了我 我用红字标出来 我也请大家在读这个我字的时候 你慢一点把自己带进去 我们和神相连 我们来祷告好吗 好我们请扣扣子妹给一点音乐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手放在你的心口上 用我们的心来跟神说 跟神祷告 慢慢的说 一辈请求我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 使我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我心中的眼睛 使我知道他的恩赵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我邀请大家最后可以有一些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默想 我们一起来默想来祷告 神住在我们中间 神是与我同住吗 神在这里给我在教会当中的角色是什么 神要怎样改变我 神要怎样改变我 使用我 带领我成长 从而让神来充满教会 我要请大家有一段默想和祷告的时间 求神就对我们的心说话 我们也向神来祷告 来求问 天父你就在这里 你就在我们中间 你今天 让我们来寻求你的时候 来聆听你敬拜你的时候 主愿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让我们知道 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和何等美好的计划 你也引领我们的脚步 来跟随你 使我们真的认识你 知道你 懂得你 有何等的指望 有何等的盼望 主啊 也是有何等的荣耀的生命 在这个地上 因为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 乃是属你的一群人 主啊 主啊 祢在我们中间 带领我们走 走着人生的道路 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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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